武術群隊和大家見面 谭師傅 今次我們又找回以前一位 很受歡迎 但經常都不肯上我們專門的師傅 很難如約 今天在星期日我們特意上來 因為他做事很謹慎 要不不做 要定徒弟去準備 今天我們直接上去管 重新再來錄一輯 因為他還有很多正的材料要爆 等如你手上 今天這本書真的出了很久 但我們今時今日看看 原來裡面真的有很多精彩的 散手 你知道這套拳是事實上沒有什麼用 看下去學不到 但散手有很多東西 看得到只是用得到 那就變成好東西了 所以將來你不妨去書局有得賣 因為今天我們一上來 也等劉師傅待會介紹一下 蔡木派的來歷 如何由上面潮散地方 一路到香港 也都經歷過幾代人 不是一個新的條種 就是已經演變了很多 以前好像說 由四川一路 經歷了幾個師傅 才形成到今次成門成派 上了一個軌道 有這麼多套拳 還有這麼多棍種 因為我所見 劉師傅裡面的棍 蔡木派的棍是挺特別的 其實上一次劉標師傅 已經做過視訪給我們看 對 當時很受歡迎 但當時漏了一套棍法 我追過劉標師傅很多次 不過他都不肯 因為棍很多東西都不肯被人看 其實現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 有很多還很保守 即是他覺得我被你看到 就被你學到 其實學到是正常的 我相信這樣才叫做發揚 即是在我們 現在我們的節目 就是想推廣武術 當然希望有好的東西 能夠被人知道 才叫做推廣到 如果每個人都收起來 其實我們中國的武術 是被人深奧的 給很多國術 即是很多武術 深奧些 有理論是有合邏輯的 有很多做到不合邏輯的 其實工房意識不夠 其實蔡木派的功夫 其實我很欣賞 他一下左一下右 一下左一下右 雖然我沒有學過 但其實我都是很觀摩別人 一下左一下右 很能夠左右平衡 有很多功夫著重在右邊 全部都是右手打人 左手擋人 但是他完全是一下左一下右 我可以說跟我們永昌很相似 其實 除了剛才師傅說得那麼精彩之外 另外一件事聽著 我很喜歡劉焦師傅 就是劉焦師傅的風趣 當然 他也是一個感怒感言的人 他膽敢說 他膽敢說 他膽敢做 你知道 他也一定有這麼長的武林地位 現在七十多的師傅 一路向後走 我認識他的時候 蔡莫中坑的 現在不是 也不是 劉焦師傅 不相差太遠 劉焦師傅今天很永遠 很隆重 請到劉焦師傅 今天我們還會有些示範 因為今天劉焦師傅還有幾位徒弟 特別準備好和我們表演一下 表演一下 即是講解一下他們在樂派的事情 你知道 你打完你都不明白 根本由他們去講解 他會明白很多 今天他也很奇怪 一下不奇怪 拿一件衣服來 也要即時去拿一件衣服 因為他對我們的台和觀眾 他是很重視 很熱誠 他絕對不理會 他一是不上電台 一上得他就要做到最好 亦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 好了 劉焦師傅就在這 我第一件事問你 為何這麼久不想我們在節目上 你這裏 但是我已經說了很多 差不多 七八八都沒有些話說 但是我又有點羨慕 你每個節目 起碼有幾萬人聽過 人家看過 人家看過他 打過我上去 你經常都吃了我 不是的 我會吹水過你 不是的 但是你吹得是有力量的 我也是個課 有時候你敢說敢言 這幾樣事情很多師傅不敢做 有些是保守一些 有些是保養 有些是保養 就保養比較直接一些 對 可能是喜歡他 對 還有今天也有閒話小說 大家都在這裏枕了那麼久 今天是下星期日 我就很想介紹一下 例如蔡木派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位師傅在這裏 你們的來歷 講一講 我相信會比較 一些人會清楚些 難得今天我們上到來 可以錄影到 例如現在這樣 那裏也都 其實那裏是哪一位 例如始祖 始祖 是的 劉時鐘 是的 然後 第一次過邊黃隊 我頭一個師傅 都是你師傅 是的 第二位是劉彥盛 第二位師傅 我這輩子都跟了你 兩位師傅 都沒有 那劉時鐘是三腳虎 是的 三腳虎 即是劉彥盛 即是劉彥盛 差不多叫做世俗 是的 那些 但最先是學甚麼功夫 我師祖 即是我師公 他由九歲開始就學習 學習了十幾個師傅 差不多有十派 十一派 我以前 現在香港人說 少林寺 其實有紅樓翠里蒙 就是五大派 我師傅說 以前他爸爸說 少林有八派 不是只有五派 他還有知凡宗 是 知凡宗 知凡宗 我們叫知凡宗 我們叫知凡宗 梵宗 比較我們那裏 就是小人 為甚麼呢 私工也很少 就是沒有人 他就是 潮橋大馬 但是在海陸峰 潮州那一帶 公公一帝 潮橋大馬的公姑 那些人不太喜歡紅 即是說 以前那些老前輩 你不要讓他種一下 就九點 你那些手腳敢開 一種親 就一下 所以沒有人 有人說 以前我年輕人 都成為 一吋橋 就是一吋橋 是對的 權利也有 但是我們的權利 就是一吋點 就是一吋點 你不要讓我種到 種到 現在我們功力沒有以前 那樣好 你也有時間 但是以前種親 一下就九點 如果給我師傅 左手一去 一下你就不用再 就已經回去了 舊人士 它是不同的 它的見解也不同 是的 那麼 紅樓翠里木 各有千州 現在香港很多人說 紅樓翠里木 那麼 洪檢是怎樣的呢 我們說的 洪檢 我們就是 這個 福建的小洪檢 橋馬 是怎樣的 以前我師傅說 他說 洪檢 橋馬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師傅採用 紅田橋馬 紅樓樓家 樓家全身轉馬 一高低馬 這個又是特色的 菊有千州 菊有幾派 紅樓翠 翠家 手軌最多 全部用管力 用指力 用什麼 所以我們 為什麼會用翠木呢 以前我們在匈牙 很少人說 匈牙就說三個五派 來到匈牙的老前輩 就說車手 車手 我們翠木 最少就是車手 就是好像福建 他就是三箭 譬如我們海鋒 那時候就是三步突一 打三下我們就是車輪手 局友的匹別 那個粗粗虛就不同了 變成 所以我們那裡就是 沒有理由說五組 五組 五組 福建有五組 我們紅樓翠木有五組 其實塗了下去 我們就是 也有六合 六合是水形的 我們也有剃滴 有盲圈的剃滴 譬如風吹溶鬧 很多東西都是太極 現在最近 我去年回去 聽完匈牙的人說 甚至是中文領 公西中文領的師公最后 這個師傅 正式 頂級 即十幾個師傅 最學為他 他說 中文領有學過 四千個 俄明 俄明 俄明有八門 我們是化門 化門的手 好像那些沉寵 有黏的手 所以我去想想 真的有 那些毛中特後的 好像沉寵 那些前屍手 這樣也有 所以一路一路 很多我都不明白 所以我的手 真的很複雜 所以 我師傅 以前在海濤峰 每一個鎮 教一些工夫 有些都不一樣 我問我師傅 為何會不一樣 他以前問他 老爸 說 免得被人比較 一谷一谷不同 又不能比較 就是這樣 以前 在訪問幾集 都說了很多 你們的來歷 其實聽眾 都很多清楚 但今次 我們特意上來 錄影你們的散手 和棍組 因為你的棍組 很出名 所以一會兒 一定要你去 逐樣解釋 給我們聽 我們更好 因為現在 我們也可以 準備一下 為何呢 因為徒弟 也在等 已經在等 我剛才已經看到他們在練 所以一定要 我再講幾句 那就是拳 我以前一次錄了很多 差不多七八八 以前還沒錄過 譬如我們學功夫 以前香雅爺 也有很多 即是 胡家的 功力 即是 加強功力 基礎功力 怎樣去學 還有 拳 比較難拍 拳 拳 拳 我們拳 拳 我們拳 不同 是用後手 用後手 就是用後手發力 所有拳 要學到好像 層條 拳 拳 以往 師工去到幾個省 当然跟中文人那些习惯一日去见过几个省 好了 现在开始拍一拍好吗 好 我来看看